這麼經典的動畫 當然也有最黑暗的一面 我跟你們說 這隻蒼蠅的故事超可怕 Nemo一開始就被鯊魚吃掉了 絕對不會讓你發生任何意外 他就像是被冷落了後宮 然後看著皇上一直重信其他人 所以他就想要耍心機 用死那些被重信的嫔妃 那麼是否能請你告訴我 這到底是什麼鯉魚 是的大人 這個鯉魚正是 哈囉大家好我是Sherry 關於迪士尼的謠言真的是 像是前兩集 我們有說到艾莎的爸媽 為他蓋了一座監獄啊 或者是白雪公主的王子 其實是象徵死神之類的 有些真的會讓人家覺得說 欸這個推測好像真的有可能哦 看完真的是會大開眼界 迪士尼真的是太會了 但是粉絲的腦補功力更強 好啦廢話不多說 今天要來Holy Shit就是 9個迪士尼的謠言 Part 3 在一邊開始之前 如果你喜歡聽迪士尼 漫威跟迪士尼秘密故事 或者是你喜歡注意一些 沒有意義的小細節 都歡迎訂閱我們 也記得開啟小鈴鐺 和訂閱我的個人頻道 看看我有空才會更新的 日常生活分享哦 OK 那我們第一個要來講的就是 變身國王 這麼經典的動畫 當然也有最黑暗的影片 而且聽完會覺得超級合理 整個雞皮疙瘩 在庫斯德國王變成落馬 見到森林之後 不知道大家知不記得有一個畫面是 有一隻綠色的蒼蠅 飛到蜘蛛網上面 然後他還在那邊求救 你是不是覺得這個畫面沒什麼 這個畫面怎麼了嗎 哪裡出錯了 我跟你說 這一隻蒼蠅的故事超可怕 他原本是一個人類啊 好吧 那是我見過最怪異的事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呢 因為在變身國王裡面 只有曾經是人類的動物或者是昆蟲 才會在動畫裡面講話 所以你看之後這隻松鼠也不會講話 這十幾隻黑豹也不會講伊邦貝啊 伊邦貝 然後像動畫裡面那些士兵潑到藥水之後 也全部都會講話 我可以回家了嗎 你可以走了 還有誰要走 所以我說那隻蒼蠅原本是一個人類 應該很合理吧 這一開頭就來個震撼蛋 不說不會發現吧 耶飛起來囉 好的下一個是海滴走動員的片頭 在動畫的一開始 爸爸瑪琳還有他的老婆 一起在他們的新家 然後兩隻魚就這樣一邊打情罵俏 回憶過去 然後一邊等他們的小孩出生 結果突然有一隻鯊魚就出現在他們面前 然後一個move就把瑪琳撞昏 海次瑪琳昏倒的時候 吃掉他的老婆跟四百多個小孩 以為是buffet嗎 魚人說是吃到飽喔 接著在瑪琳清醒之後 發現只剩下他一個孤單老人 然後他就很崩潰 不過就在他難過的時候 卻意外的發現小角落有一顆魚卵 然後他就馬上幫他取了一個 他老婆最愛的名字 我保證 絕對不會讓你發生任何意外 Nemo 那之後瑪琳也就很有責任的 當起了擔心爸爸 開始了他跟Nemo的故事 不過呢在粉絲的理論裡面 他們認為Nemo一開始就被鯊魚吃掉了 而動畫的一切都是瑪琳在自己的潛意識裡面 去接受這個事實的過程 我不相信 我只相信Nemo還是在動畫裡面活得好好的 好不好 這純粹就是粉絲腦不過多吧 不過自己的老婆跟小孩都被鯊魚吃掉 真的是很悲慘的一件事情耶 雖然說那隻鯊魚很壞 但不是每一隻鯊魚都怎麼會啊 像是我們的Surfshark 乾爹 就可以在網路上保護我們哦 愛情來的太快就像龍圈 你總算改到機會了對吧 Vingo 拔對了 Surfshark 是一間來自立陶宛的公司 他們提供虛擬世人網路的服務 也就是安全翻牆程式 除了可以改變網域 也可以讓你上網買東西 換地點拿到最平的價格 使用Surfshark 還可以隨意隱藏你的真實IP 防止被有心人士或者是駭客追蹤 盡量保護自己的個資還有隱私 而且還可以看到一般在台灣 沒有辦法看的外國頻道還有影劇 現在剛好可以搭配過年的特別優惠方案 只要購買Surfshark 使用我們的折扣碼Tipper 就可以享有1.7折超划算的優惠 還免費多送你三個月哦 最重要的是 每個帳號都沒有限制更多人數 所以超級適合和朋友們還有家人一起使用 真的是很划算耶 那有興趣的人歡迎一起使用Surfshark哦 那麼回到影片 好 接下來第三個迪士尼謠言 我覺得也是滿有可能的 說到很愛看書的公主 你們應該會想到貝爾吧 但你們知道他最愛的那一本書 竟然是迪士尼的某部動畫嗎 在《梅里野獸》的開頭 貝爾在借書的時候 書店的老闆就發現貝爾同一本書借了兩次 然後這時他就有說 你有沒有覺得很耳熟呢 很多粉絲聽完這一段之後就推論說 貝爾最喜歡的書就是阿拉丁 這本你已經看過兩遍了 我最喜歡這本 有《夢幻城堡》 有刺激的打鬥 還有魔咒 跟白馬王子 既然你那麼喜歡 那他就是你的啦 可是阿拉丁是騎大象不是騎馬呢 Owa Lee是個王子 真正的王子 如果因為是這樣子 然後就說貝爾喜歡的是阿拉丁那本書的話 也是滿奇怪的 那我也可以說是《魔法奇緣》啊 裡面也有夢幻的城堡啊 然後刺激的打鬥啊 然後一樣也有魔咒啊 還有白馬王子也沒錯啊 所以究竟貝爾 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歡阿拉丁這本書呢 I don't know 說不定真的就是《魔法奇緣》嘛 好下一個就是一個 非常腦洞大開的謠言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魔法滿目的Bruno 跟路卡的夏天有一個相同的地方呢 Bruno 給我閉嘴布魯諾 好啦沒錯 這個謠言就是Bruno這個角色了 網路上面就有粉絲在假想說 路卡的夏天的愛伯托 其實就是魔法滿屋Bruno的私生子哦 雖然說這只是一個假設 但動畫中的有一些內容 讓這個理論變得好像有這麼一回事哦 給我閉嘴布魯諾 這一句就是愛伯托常常對自己講的話 而剛好動畫中也沒有提到他離開很久的爸爸叫什麼名字 所以粉絲就推論說應該就是叫Bruno沒錯 然後他就會一直在腦中咒罵自己的爸爸 或者是學他爸爸講話 因為愛伯托說過 愛伯托你不行 愛伯托你會沒命 愛伯托別把他放進嘴裡 這個聽起來應該都像是爸爸會說的話吧 再來我們來看魔法滿屋裡面 看到Bruno的小空間 你們看看這個植物靴子 是不是會想到瓦莉呢 但是瞧瞧 艾伯托的房間也有一隻這個靴子哦 驚不驚喜意不意外 還有Bruno的空間也有出現一台留聲機 然後艾伯托的房間也有一台留聲機哦 雖然說這兩部動畫的角色都叫Bruno真的是很巧 但是各種巧合 也讓粉絲們推論出艾伯托的爸爸就是Bruno 但是我覺得應該不是啦 因為路卡夏天是發生在義大利 然後那個魔法滿屋是在哥倫比亞 再來Bruno有說他躲在牆裡面有10年了 還有千里兒躲樂 在最後也有唱了一句歌詞 他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個家啊 所以他是要怎麼就是 突然跑去哥倫比亞 然後找海怪生小孩 然後再衝回來 任一門嗎 好啦下一個就是海洋親人的謠言 莫安娜在這部動畫裡面是一個勇於面對海洋的鬥士 不過就有一個說法是 莫安娜其實在暴風雨的那個片段就死掉了 救我啊 快走 oh my god 不斷神奇 而接下來出現的貓衣 其實就是代表著守護天使 而他的任務就是要帶著莫安娜 去叫代表天堂的塔菲提 直接 莫安娜最後還是有回去跟主人一起出海呢 這應該是HAPPY ENDING吧 怎麼可能 遇到暴風雨就死掉了 大海應該會保護他吧 還不錯 不過另外一個關於海洋親人的謠言 我覺得也是蠻有趣的 就是黑黑其實不是一隻平凡的雞 而是半神 那麼是否能請你告訴我這到底是什麼雞 是的大人 這個雞正是 這 這就是 這就是傳說中難得一見的神秘鳥 黑黑的真面膜 為什麼呢 大家有發現黑黑總是無所不在嗎 就有粉絲推論說 黑黑其實就是眾神派來幫助他完成任務的守護者 就是有點類似花木蘭跟木旭龍的感覺 而且也因為有眾神的保佑 所以黑黑跟莫安娜在很多危險的時刻 都有順利的活下來 呃 我的祖先派了一隻小雞來幫我 欸是鳳凰 是一隻鳳凰 不是小雞 我不來幫 呃 那一套 你 呃 怎麼樣 我帥不帥啊 很小 但我覺得黑黑應該比較像是花木蘭裡面那個 幸運蟋蟀吧 就是可以讓他順利度過一些難關 但是平常就是沒有什麼用處的那一種 什麼啦 你也不是什麼情小物 連你也在騙人 好了下一個謠言就是小美人魚啦 歡迎川頓國王陛下 川頓國王在神話中是海神波塞頓的獨生子 而海神跟宙斯則是兄弟的關係 說到宙斯就不得不提一下大力士了吧 所以你們知道艾莉兒其實要叫海格麗絲叔叔哦 好啦下一個謠言就是玩具總動員2裡面的 芝芝企鵝 我只能說粉絲們的各種腦補也是蠻可怕的 有人就說芝芝雖然外表長得很可愛 但是他骨子裡其實是個壞心胚子 因為他嫉妒著胡迪還有所有的玩具 所以用盡各種心機想要陷害他們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在玩總2裡面 胡迪被放到架子上的時候 發現一旁的芝芝也曾經是安迪最喜歡的玩具之一 而可憐的芝芝已經被忘在那邊好幾個月了 他就一直在架子上面看著其他玩具被安迪寵信 所以起了嫉妒心的芝芝 開始博取胡迪的同情心 反正我們從這裡到那裡 也沒多久了 二手貨拍賣 之後芝芝被安迪媽媽拿去二手拍賣會的時候 胡迪又想盡辦法想要救他回來 好不容易把芝芝卡定狗鍊之後 自己卻掉在地上被其他人撿走 走 現在回安迪的房間 壓 你們有發現芝芝的心機了嗎? 他那時候明明可以出個聲 然後讓狗狗停下來去救胡迪 但是他什麼都沒有做 然後就這樣跟著那隻狗一起進到屋子裡面了 也沒有出來拯救他喔 然後還害胡迪被禿頭男綁架 開啟了玩具們拯救胡迪的故事 所以會有玩種二都是這隻企鵝害的耶 不覺得想出這個理論的人 應該是那種後宮甄嬛傳那種影片看太多了嗎? 他就像是被冷落了後宮 然後看著皇上一直重信其他人 眼裡都沒有他的存在 所以他就想要耍心機 用死那些被重信的嫔妃 我現在想為大家唱首歌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不得不說有一些謠言真的是蠻有趣的 你們還有聽過哪一些迪士尼謠言呢? 歡迎在這邊留言跟我說 還沒有看過前兩集的朋友也可以點這裡唷 好啦 那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個人頻道 還有張陽君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Yeah 錄完啦 我不來把 內套 欸 我覺得很像吧 好 為什麼 咳咳咳 我早上吃巧克力吐司 所以現在卡彈 啊喔 誰把人一門借給我 哇 現在這小孩還有聽過這首歌嗎? 楊成林 這是我國小時候的歌欸 我還代表 我那時候還代表搬上去跳舞 就是參加就是全校的那個 每一班要派出一個人 然後代表搬上去跳舞給大家看 然後是什麼運動會還什麼之類的吧 然後就是他跳這首 再見 再見